以前说起曾志伟,不少人认为他使得一双修的香港艺人,人虽然长得不是高大帅气,但是为何看起来笑呵呵的十分平易近人,而且还是长在各个电影之中,客串让人印象深刻。 不过自从卓尾曝光,那蓝洁营事情的真相之后,曾志伟瞬间陷入娱乐风波,虽然诸多圈内好有立体,但是网上的他却已经成为过街老鼠,其实早年蓝洁营就曾经曝光过,不过当时的他已经精神不正常,因此并没有领起太多的关注。 令人讽刺的是当初香港演艺圈代表,去探望蓝洁营的正是曾志伟,其实从曾志伟以往和一些女星的合照,就可以看出他可不是什么乐呵呵的老好人。 最久后的曾志伟原形毕竹,与女星同就之后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胸部,女星发觉之后只能以民嘴羞涩,以笑来化解尴尬。 毕竟以曾志伟的地位,他可不是敢反抗的,都说娱乐圈是大染缸,想要成名不知要付出多大的努力。 平日里其貌不养搞怪本色的曾志伟,在事件发生之后让人看到了他的另一面,不知你们觉得是真的吗? 一时激起千层了,曾志伟辟饶了律师函,还没有到达卓尾处,一手发掘杜鹃、李燕、李爱、李灵等超模的金牌模特女叫穆罕领华,紧跟着沈主公,一篇指控曾志伟不止一次性亲女艺人的长微博,再演一波巨浪。 然而现在的蓝结英长这样,不许这个名号早已随风消逝了,如今的蓝结英精神是长,身材走样,不仅苍老的不像样,而且面庞更是早已不复当年模样,为什么? 熟悉的观众应该知道了,那就是性亲事件,是的,蓝结英从当年亮绝舞台山的美人,沦落到如今的大妈怒人。